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 过去一年来 德国的物价不断高涨 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来自德国各地的民众 在这里举行集会 表达不满 要求政府稳定物价 在德国首都柏林 超过一万两千名民众 参与了游行集会 为了防止发生骚乱 警方当天部署了六千多名警察 维持秩序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 德国去年全年通胀率为7.9% 不过许多示威者告诉记者 他们感受到物价上涨幅度 远超这一数字 当天 德国斯图加特 汉堡等许多城市 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其中 斯图加特的游行人数 超过了两万人 游行引发了骚乱 警方使用了催泪弹 警棍和无人机 以维持现场秩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